大家都很擔心 究竟好像我們剛才的Norman也說到 究竟一些隱憂我們怎樣去解決呢 特別是住屋方面 因為經濟呢 加拿大的經濟實實已經是兩、三季都沒有什麼增長 甚至是有一點負增長的 那是怎樣去解決呢 這個很容易解決的方法 實際上就是減息 是不是 如果可以 即是Bank of Canada 我覺得通脹已經是受控 而有一個減息的空間的話 減息就會帶來很多在經濟上的刺激 那今天就在溫哥華的一中報紙department 裡面有一個訪問 就是訪問到加拿大其中一間銀行的一個經濟師 問他究竟減息的情況怎樣 他呢 特別是說到呢 應該呢 加拿大減息呢 第一應該是快過美國 第二應該是深過美國 因為加拿大的需要呢 是比美國更加迫切的 因為如果減息呢 除了我想對商業的做生意的人借錢去營運 和擴張是有影響之外呢 當然對一般的勞富大眾 因為他們要供房子 供信用卡這方面呢 也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所以這個是釋放加拿大那個經濟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麼Norman 你覺得 現在我們已經三月底了 年初的時候呢 我們就全是六月 是不是 那你覺得六月會不會政府減呢 是不是 還有它會早一點 或者會退遲 或者減的時候會浪一點 不是說25% 25% 可能是0.5% 或者1% 或者1%去減 對上一次來說 核心通脹加拿大呢 已經落到2.1% 那比方說2.1% 其實你應該要減息的了 那所以你對上一次已經沒有減到的話 那比方說 接下來這次呢 是很大的機會會減息的 那比方說 應該在六月左右 應該會減第一次息 那應該會減0.25% 我猜 那你說減深一點來說 真的不知道了 那我想它會擔心就是 韓總也有說 它怕一減息 就會刺激到房地產市場 那比方說 我覺得 就看它怎樣跟別的政策配合 那如果它好像最近也都出了一些政策出來 就是控制到 就是說 叫做 有少少控制到樓市的那樣 那比方說 如果有一些相關的政策一起出的話 那就可以令到樓市未必一定會上升得很快 那也都是不會令到那個通脹上升得很多的時候 那它就可以放心去進入這個 叫做減息這個周期了 那如果有兩個因素是影響銀行的減息的 一個就是Bank of Canada 加拿大銀行 所以考慮到的就是關於這個通脹的問題 那你剛才說到通脹已經說到2.1% 差不多已經去到這個 他們通常對通脹所建立的一個目標 那目標就是希望通脹是能夠維持於2%左右 那已經達到了 但是另外一個從政府執政的目標來講 就是當然就是所謂住屋 解決住屋的問題 解決住屋的問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考慮 當然就是房屋市場的價格波動的問題 那這個就跟利息有關係 因為利息低 人家容易借錢 投資借錢去炒都容易這樣 就擔心這個問題 擔心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呢 好像你剛才說到 就是可以有些行政手段去禁止它的 是吧 Jacky 你覺得 譬如無論是從省政府 或者從聯邦政府的觀點來講 你覺得這個東西 政府應該怎麼可以配合呢 因為減息是真的好需要 我們的經濟方面 如果減息最主要是怕房地產市場之類的那些 其實有很多措施出來了 已經是控制著樓市不會去一路上升 也都控制著一些人不可以炒賣的 所以其實這個是有少少多餘去擔心這件事 當然現在供求問題是省政府和聯邦政府 甚至市政府都還未解決到的一個問題 看到現在越來越多在街上的人 剛剛近期有個新聞出了 很多在做全職工作的人 要住在車內 停車在高速公路旁邊的卡泊 過夜 不是單身的人 有些是成家大小 連同小孩子在那裡 就住在一個停車內 買了一個車內 就住了進去 因為他們就算兩夫妻做全職工作 都賣不起房子 而不是說減息就會 或者再加多點息 可以令到那班人可以負擔買得起房子 那是真的供求的問題 導致樓市不斷上升 又不是單是可以賣掉利息 所以減息的好處 我覺得就是可以帶動經濟會好一點 加拿大例如BC省表面風光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BC省現在的公務員 是多於自由市場的職位 意思就是 如果自由市場的職位收回來的稅 是不夠蓋公務員的工資 所以BC省現在是一個 水深火熱的情況下 就是越借越多錢 而大家還利息的能力 即省政府還利息的能力 都開始會減退 亦都令到信貸的評級 省政府低了 即省政府借的錢 又要再還高一點的利息 那這個Norman 可能會有更加深深的體會 那其實來說 現在來說 他其實都有另外一個措施可以做的 那其實他可以暫時是 控制著那個投資者 因為其實市場 譬如房地產上升是兩人 一樣是實質賣家 另一個就是投資者 那如果你把那個投資者 那一段暫時拿走 即暫時拖慢了它 例如你現在經常說 有一個是財政資金 那個財政資金 現在仍然有50%財政資金 其實NDP那邊 他都一直這麼說 講了很久 就是拿走那個 就改成25%財政資金 甚至來說 他都可以整個拿走 沒有財政資金 那你變成那個房地產 就靠了一個實質的賣家 那變成那個市場 就會升到一個比較蠻烈 那變成那個 就可以給它時間 去增加那個供應 控制著樓市 可以減息這樣 那這樣來講 但是這個問題 也都有很多利益衝突 在那個政壓裡面 自己本身 他自己本身 可能都是跟這個房地產有關 那變成這樣 他很難敢去走出這一步 其實最好解決的方法 就是聯邦政府拿地出來 因為每個省的地方 都有聯邦政府的地 甚至省政府的地 那你拿出來 然後再找發展商去發展起的話 那變成這樣 你起碼地的價錢 已經是先拿走了 那變成你解決了那個 最基層的那個 需要那個 就是租務 租那邊 不要說擁有 那變成這樣 所以才能夠把那個 譬如現在現時的 一座房間 或者一座房間 或者一座房間 的租金 是先降低一點 因為現在來說 就算你做了一份 打最低的工作 他養不到家人 養不到家人 養不到家人 那他要生小孩的時候 那誰照顧那個社會呢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社會問題出現 那所以變成這個 是令到那些 專業的人士 搬去第二個省份 譬如我做醫院的 那如果我不喜歡 Alberta 那變成這樣 也是有人才流失的問題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連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